大家好,我是程硕老师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有关英语学习的两个话题 第一,为什么大家都会选择剑桥英语体系来学习英语 第二,如何让英语学习的效果达到最佳 首先咱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都会选择剑桥英语体系 近些年咱们会看到剑桥英语体系的这个学习 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认可 其测评的考位也是供不应求 相信大家可能也听到了相关的很多解读 比如说有人认为 这些考生应该是为了将来的出国学习的一些语言测评 比如说雅思阿托福进行内功积累 另外一种声音就是 认为国内的拥有测评的一些调整优化 正在和剑桥测评进行这个无限的对接 由此做出的一些规划 其实呢,两个事法都对 那么今天呢,咱们再从学生的学习 科学性这个方面来分析一下这个体系 语言的学习呢,已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没有捷径 而且长期的学习需要遵循一个标准体系 让这个学习过程能够呈现出 层层递进 相互衔接 协调一致 建桥用于体系之所以能够被认定是相对的理想体系 就是因为它符合了这些条件 具体呢,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有广泛的国际认可度 那全球大概有两万五千所高等院校 运营单位 政府机构是认可这个测评体系的 第二呢,就是从零起点开始来分布等级 而且每个等级的分布密度是合理的 建桥测评它对接了欧标 通过三个阶段,七个级别 逐步帮助学生去建立学习这个信心 促进英语的学习 第三就是测评内容覆盖全技能 咱们知道这个测评的内容 每个级别的内容都是覆盖了听说读写四个方面 第四,独立第三方权威机构研发 那建桥测评的话 它是由建桥大学英语考评部研发 并与欧标进行了对接 说到欧标呢,咱们这边提一下 咱们国家为了让学生的英语学习 也能够遵循一个理想的体系 在2018年参考了欧标 推出了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通过三个阶段,九个级别 详细讲解了英语学习和测评的目标 其目的就是要优化国内英语学习教学和测评 比如咱们在15岁和18岁的人生决策时期 由此咱们可以看出 建桥英语测评其实不仅仅是为了学生 国际,国内的这些英语能力测评的一些 基础打基础的情况 更是通过科学的学习及测评体系 来促进学生的学习 第二就是 如何让学生的英语学习效果达到最佳 首先咱们可以先回忆一下自己 或者身边的朋友英语学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第一,基本不和身边的人用英文交流 第二,语言的学习从小到大都是背诵单词 基于语法结构,不停的做练习,参加考试 第三,希望英语课上老师用更多的时间说中文 第四,对英文阅读毫无兴趣 查字典的时间远多于阅读的时间 第五,面对和老外交流 或者是口语考试的时候 总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从一开始我们就被各种鼓励 咱们要先苦后甜 然后经过漫长的计单词 被据示,学语法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读文字 听懂对话了 这个理论的存在 就是因为99%的人都把语法学习这个假说 认成了真理 先学语法,多做练习,通过考试 然后总有一天 我们就可以开口流利地讲话 美国语言学家与语言教学研究者 史蒂芬·克拉森表示 过去30年间,语法学习这个假说 不只是失败过一次 是几乎没有成功过 同时他也表示 在过去30年的研究证实 可理解输入远比语法学习更重要 当一个成年人能够流利运用外语的时候 其95%的英语能力都源自于可理解输入 那这个数据对于小朋友来说 基本上就是百分之百 由此可以看出 语法知识并不是流利运用语言的基础 咱们是否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在做玩意天空的时候 在焦头烂额分析每个选项的概念 以及区别的时候 总是会有学生能够迅速地找到正义答案 你问他们 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就会 说是语感 其实呢 他们也不是故作玄虚 是真的说不出来 这个结果就是基于他们平时的可理解输入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到 可理解输入 才是真正能够提升 学生的运用学习效果的途径 好了 那就是今天咱们的分享了 学习路上 一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记得关注成事老师 在评论区呢 写下你的疑问 或许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就会帮你答疑解惑 咱们下次再见了